台塑集团长孙王全人跟首都客运千金李金金去年才风光的完全童话婚礼 想不到婚姻才一年半却传出了王全人狠逼李金金来离婚 而周刊爆料呢两个人其实已经早已分居了 相应情况马上交给G9人乙方来告诉大家 乙方请说 好不晓各位观众对于这一个台塑集团长孙王全人和首都客运千金李金金 2010年的这一个结婚豪门婚宴是不是还有印象 不过这段婚姻在经过一年半之后可能玩完了 根据平面周刊就指出 目前消息传出王全人狠狠逼这个李金金离婚 根据消息来源指出 7月初王全人提出离婚要求让李金金非常的伤心错愕 便带着这一个刚满周岁的女儿急奔位在大直的娘家 王全人搬到了父亲居住在信义计划区的豪宅 两个人各自搬离住所包括警卫也透露 在这一个月内都没有看到王全人李金金和女儿的保姆来进出 所以似乎也更加印证了两个人悄悄分居一个月的事实 根据知情人士表示 不只周边有人对于王全人李金金婚病感到很惊讶 连双方家长也没有任何察觉有征兆 根据了解今年2月13号夕阳前节前夕 王全人李金金还带近8个月大女儿和升格当阿公的王文阳王全人妹妹 一起在台北的某日本料理用餐 整个晚上王文阳笑容满面一直抱着小孙女非常的疼爱她 包括王全人也一直对于妻子还有女儿感觉都很照顾 十足奶爸的模样完全看不出来竟然要传出离婚的消息 熟悉王家的友人也指出了 台座第四代小公主伊丽莎白是王文阳的掌上明珠 非常疼爱她 对于李金金来说 这个孩子从出生开始也都是因着她亲自照顾的 所以就像她心头肉一样完全无法分开 现在也传出王全人吵着离婚 李金金夺夺回娘家 甚至可能避走美国都要把女儿带在身边 目前现在王全人一直要离婚 也让外界想到当时曾在结婚时 王全人对外说李金金是她第一个 也是最后一个女朋友 结果这样的豪门婚宴不到一年半之后 传出离婚消息也格外讽刺 不过真相如何还是有待当事人出面说明 以上目前最近状况现场还给棚内主播 好 谢谢以防 这是周刊爆料的最新消息 台塑集团掌声王全人 目前传出是比李金金离婚 两个人已经分局